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天 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 依福斯列投蒙灰尘 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 大卫问他说 你从哪里来 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 事情怎样 请你告诉我 百姓从镇上逃跑 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 扫罗和他儿子约纳丹 也死了 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纳丹死了呢 我偶然到吉利坡山 看见扫罗扶在自己墙上 有战车 马兵紧紧地追他 他回头看见我 就呼叫我 我说 我在这里 他问我说 你是什么人 我说 我是亚玛丽人 他说 请你来 将我杀死 因为痛苦抓住我 我的生命尚存 我准之 他扑倒必不能活 就去将他杀死 把他头上的冠冕 毕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 大卫之前原本也是被迫要参加这一场 非利式人跟以色列人在耶稣列平原的大战 所以大卫他非常的两难 该去还是不该去 索性上帝亲自出手 让大卫可以免去这一次的参战 所以大卫就回到他自己的基地 就是在非利式人南部的地方的喜格拉 所以呢 当他回到喜格拉之后发现 亚玛丽人趁机抢劫了喜格拉 所以大卫又马不停蹄了 又去追赶亚玛丽人 把他们打败了 把他们被俘虏的这些家属 人口财产通通抢回来了 而回到了喜格拉 但同时呢 他就不知道耶稣列平原 以色列人跟非利式人的战况最后是如何 第二节第三天 有一个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 代表他是属于以色列人阵营的 他依福撕裂 投蒙灰尘 到大卫面前 伏地叩拜 依福撕裂 投蒙灰尘 是以色列人举哀的一个动作 代表遇到极大悲哀的事 所以当他来到大卫面前是这样的时候 大卫心想不妙 以色列人可能遭遇极大的挫败 大卫问他说 你从哪里来 他说 我从以色列的营地逃来 大卫又问他说 事情怎样呢 请你告诉我 他就回答说 百姓从镇上逃跑 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 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 哇 大卫竟然从这个人身上听见 如此令人痛苦的一个结局 就是扫罗王阵亡 而大卫最好的朋友 约拿丹王子也死了 第五节 大卫就问报信的少年人说 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的儿子 约拿丹死了呢 大卫想要再确认 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要问详细的细节 第六节 报信的少年人说 我偶然到基利波山 就是说那时候他们大败 大家各自逃命 所以呢 这个少年人就往基利波的山 山上跑 所以他偶然到了基利波山 就看见扫罗扶在自己的枪上 这边的这个扶在自己的枪上 比较好的翻译是靠在扫罗他自己的那一根枪上面 代表扫罗受重伤了 他自己阻着 扶着那一支他的枪 支撑自己受伤的身体 然后呢 有战车马兵紧紧的追他 就看见敌军不断的追杀扫罗 扫罗已经跑不动了 只能扶着他的那个枪 在原地撑着 免得倒下去死亡 第七节扫罗他就回头看见我 就呼叫我 我就说 我在这里 第八节扫罗他问我说 你是什么人 我说 我是亚玛利人 所以代表说 他是一个亚玛利人的佣兵 效力在以色列的阵营里面 第九节扫罗他就说 请你来将我杀死 因为痛苦抓住我 我的生命尚存 第十节 这个少年人就说 我准之扫罗他扑倒 必定不能再活 就去将他杀死 代表说 是扫罗吩咐我将他杀死 所以我就为了帮助扫罗 我就上去帮他杀死 然后呢 就把他头上的冠冕 还有这个他手臂上的镯子 拿到我主这里 代表说 他把这个 作为国王的权柄的象征 的冠冕 送到大卫这里 代表说 要让大卫来做王 大卫就撕裂衣服 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 而且悲哀哭嚎 进食到晚上 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 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 倒在刀下 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 你是哪里的人 我是 亚玛丽克人的儿子 你伸手杀害 耶和华的受高者 怎么不畏惧呢 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 你 去杀他吧 你 你留人写的罪 归到自己的头上 因为你亲口做见证书 我杀了耶和华的受高者 少年人就把他杀了 整个大卫阵营的人 听到这样悲惨的战局的结果 都悲从中来 嚎啕大哭 十二节而且悲哀 哭嚎 进食到那个晚上 是因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 并耶和华的名 以色列家的人都倒在刀下 十三节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 你是哪里的人 他说我是亚玛丽客人的儿子 客人的意思是寄居者 就是我的爸爸是亚玛丽人 那我们之前就寄居在以色列地区 所以我们是亚玛丽在以色列中的 聚集者的儿子 大卫为什么要再次问少年人 你是哪里人 十四节就会让我们知道答案 大卫说你伸手杀害 耶和华的受高者 怎么不畏惧呢 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 你去杀他吧 大卫对他说 你留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 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 我杀了耶和华的受高者 少年人就把那个亚玛丽人的 报信者杀了 什么意思呢 因为很明显大卫识破了 这个亚玛丽人他在说谎 因为在全以色列 没有人敢动手杀耶和华的受高者 扫罗王 再来 我们看到这个 撒姆尔记上的最后一章 扫罗他临死之前 是要求他贴身的 帮他拿兵器的少年人 刺死扫罗 免得扫罗落在敌人的手中被羞辱 可是旁边的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 根本不敢杀耶和华的受高者 所以全以色列人没有人敢杀耶和华受高者 再来 亚玛丽人你就是未受割离之人 扫罗他不愿意死在未受割离的非利士人的手上 他怎么可能会愿意让一个未受割离的亚玛丽人来杀他呢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大卫他都了解以扫罗的个性 他不可能让一个未受割离的人 来这个了结扫罗的生命 所以扫罗一听就知道 这个亚玛丽人他是在说谎 他其实遇到扫罗的时候 扫罗已经死了 他就把扫罗的这个冠冕拿来 给大卫要向大卫邀功 让大卫可以作王 所以他是在讲谎话 然后呢 他的动机非常的邪恶 所以大卫就把他杀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 我们不要作为一个投机分子 我们有时候可能看见上一个领袖 他可能软弱了 跌倒了 失败了 我们就对他落井下石 然后立刻来巴结 我们认为可能会起来接位的 新的领袖 这种事情不论是发生在教会里面 发生在职场里面 甚至发生在我们的国家社会里面 这种行为跟态度 都是神非常不喜悦的 因为态度充满了诡诈跟邪恶 我们也可以看见 大卫还有他所有的部下 对于扫罗王这位耶和华的受高者 不论他的功过如何 不论他是好是坏 他们仍然敬重 他是神所高谋的仆人 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有时候我们面对在教会里面 或是面对在职场上 我们上面的权柄者 他们一定也有不完美的地方 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先为他来祷告 然后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 而不是一味的落井下石 一味的批评他 我们应该帮助他们 回到上帝呼召他们的角色里面 继续带领大家成为 上帝要祝福大家的管道 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求你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帮助我们不论在教会里面 还是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的心永远单纯正直 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免得我们的心偏向邪辟 主啊充满诡诈 求主帮助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